来吧,开启这一次的体验服孔雀冥王抽卡,Let's go! 那么这一次抽卡活动已经分为了老卡池和新卡池两个卡池啊 之前专门有出过一期视频介绍这个分卡池的情况 那肯定是选择续滑召唤啊 在姚龟召唤这边的话可以说全都是熟悉的老面孔啊 可以看到不管是SSR还是SP式神都充满了怀旧的气息 好,那现在的话就开抽,换导一频道 看一下这次520的孔雀冥王多少抽拿下呀 消耗10张蓝票,抽 孔 来 第一发10点抽,什么都没有啊 第二发,写个名字 这次520除了常规的概率UP这些以外 还有一个520抽可以兑换月之符咒 但是那个月之符咒对于真拳图玩家来说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 没有真拳图的可以考虑拿下月之符咒 可以在指定范围内去选择SP和SSR式神 补一下未收录式神 概率增长还是和之前是一样的 给了什么东西 再看一下40抽能不能提前黑个瓶 粉婆婆 经典的520老几样啊 还是就多了一个月之符咒 想要直接抽卡未收录还是只有在周年庆还有在新年的时候才会给 好,这次还是没有黑啊 拿到了这个随机的SPSSR式神 哦 还是挺怀旧的了 也不算太怀旧吧 空向面灵器上线有两年没有啊 反正也是在新式神卡池里面的 正好空向面灵器刚刚出了点藏皮肤 体肤也得到了技能加强 空向面灵器 正是不得抽卡需要等到下周三才会开启啊 需要稍加等待了 好,那现在我们继续抽 50抽我就直接跳过了呀 50抽出黑屏的概率比较低 自从三次概率UP改成了现在这个60抽必定黑屏以后 其实在60抽以前黑屏就出现的蛮少的了呀 所以说我一般就直接跳了呀 在第60抽的话才看一下黑屏是什么时候出 是不是保底 再看一下黑屏出的是谁 银草 好,这应该是保底第60抽出现的 出了圆杰神 圆杰神 圆杰神来嘞 对,就是前60抽可以获得两次黑屏 其中一个是赠送的这个登陆就送召唤券 另外的话就是抽60抽的时候必定会触发一次保底黑屏嘛 好,现在继续写一个名字 孔明 孔明 孔明救一下呀孔明 这个是连抽跳 诶 咦 妖狐你这个站位把小小黑给挡完了呀 太过笨了 晚上好啊 是不是我刚才只写一个字呼唤的还不够强烈呀 那我直接写孔明了 黎封 好 诶 好 吹 イラ 找到了 这 妈 dua 哇 是大尾伯还是小尾伯 好 马上快要到120抽了呀 100抽 100抽拿到了自选的SR世神 我看一下这次自选SR 有没有那个新的SR世神 这次天逆美已经加入自选了呀 所以之前天逆美的片票上线 我就说没有必要为了新的SR世神 去抽卡呀 因为新的SR世神 稍微等一等 他就会加入这个正常抽卡的100抽自选SR 你看我天逆美一个没有 突然黑屏了 这是提前黑地 瑜伽大院专属泡澡动画 抓到你了哟 小可爱 好那这应该是110抽吧 我看一下 看一下 对的110抽啊 不是第二次的保底 然后运气非常的好 直接第二次黑屏就拿下了孔雀冥王啊 对了看一下月之符咒的兑换呢 来看一下这次520月之符咒的兑换 这一次520的月之符咒兑换的范围SR世神一直到流光追月神 SSR世神一直到月读 所以除了阎灵还有除了SP修罗鬼童玩以外 其他的SSR SP都是可以兑换的 也就仅仅只有两个世神最新的两个不能兑换 所以对于非真拳图的玩家来说 这一次抽卡活动可以考虑抽到520抽 拿下月之符咒去补一个未收录的士神 好喽 那么这一次孔雀冥王的体育符抽卡就抽完了呀 这次孔雀冥王在体育抽卡还是很欧的 希望正式符抽卡之后也可以继承这个欧气 也祝大家正式符抽孔雷的时候可以顺利的百抽抽到吧 来来来赶紧吸欧气 如果成功百抽拿下也记得来还个月哦 好了 那么本期的孔雀冥王体育抽卡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和三连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艾特哥海成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